計程車清潔費到底該怎麼收比較合理呢 有司機表示一般車隊會建議收一千元 但如果盛進椅墊 椅峰裡頭 得送氣修廠拆洗的話 那可能就要多花五千元 不這回洋水破了收孕婦一萬多元 氣修達人就指出了 其實只要清潔烘乾就好啦 沒有必要要換掉整組座椅 小黃司機清理座位垃圾 打包丟進垃圾桶 計程車載到的乘客白白種 有喝醉嘔吐的 也有飲料打翻的 甚至孕婦養水破掉 清潔費用該怎麼收 雖然沒有供訂價 但計程車駕駛自有一套標準 看多少錢 一般都是一千多幾百塊這樣而已 一般清潔費用落在一千元到兩千元之間 但如果嘔吐或撒進椅縫甚至盛進座墊地墊裡 得送進氣修美容廠拆洗估計花費兩千五到五千元 但這回孕婦生產的養水加收超過兩倍價格 專家推測可能有轉嫁成本 他有那個水那個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在我們外面一般的費用可能五千塊就已經頂了啦 那公司人事成本真的比較高啊 所以說可能在報價方面 你要說他貴 因為他原廠 還有泡水車的時候我們一般其實都是用清潔 清潔烘乾的方式很少去做更換 雖然原廠費的確比較貴 但整組座椅換掉也沒有必要 是不是有其他的營業損失費用也算在其中 駕駛跟乘客還要溝通清楚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就留完清晨就會台北通報道